你说什么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荣誉有没有受伤 所幸 荣誉没有受伤 但是我听说 这是承家来寻仇的 你是说承绩 厚颜无耻 以家子的难道女唱 要不是荣誉 查出那三千万赈灾银两的下落 怕是他承家 现在还在散播谣言呢 说什么运银车队 是被那山洪给卷走的 背着皇上 拿着灾民的救命钱四处逍遥 罚他们去边疆做苦役 以示皇恩浩荡 还敢从西北跑回来报仇 这年头 耗子都敢欺负猫了 若不是当初皇上仁慈 也不会有昨日的事情了 居然发生这么大的事 早知道我就跟你一块去了 今日我带了一些谢礼 要不是九龄 那帮人恐怕已经取了荣誉的性命 讨得无影无踪了 我也就不能心平气和地 坐在这里说话了 喝九龄这孩子倒是福泽深厚啊 这孩子倒是个有福之人哪 不过我还有点疑惑 这听说那帮人骑着荣誉的马 都快逃到桥外了 突然马就出了问题 这不可不说有一点点蹊跷 是我 是我 家里有客人呢 你出来干什么 荣大人不是骑怪马的事吗 是我给你 你怎么了 我立了点小功 有点小鸡洞 你快说 是我坚持多日 每天到荣府给荣府的那鸡皮 拉扯的汗血 马喂了脚 喝九龄的药 汗血马才会出现 回身屋里 爱睡觉 一起关键时刻晕倒 这样的症状 确实如此 你 你说你给马喂了什么 阿妩 贺将军 先别发火 疯了你 我不是马上就参加出世了吗 也算是帮了大王吗 我就让你给我起个功了 好 看来 我的谢礼还是少了 等过了晌午 我再派人送过来 受之有愧 受之有愧 既然重要的事情 都已经商定好了 那我就先回府了 聘礼的单子 贺将军先瞧着 这个月我们崭新馆 算好了日子之后 就会送过来 至于定亲的日子 由贺将军来定 好 不是 不是来退亲的吗 你怎么也在这儿啊 你看你这头发乱蓬蓬的 你跑出来干什么呀 快回去 回去 容大人 贺某叫你无方 你见笑了 好 荣誉算过了 我们的姻缘结果并不好 爹 你 这会一定得退啊 你 可 荣誉 并未跟我说过此事啊 她一定是忘了跟您说 我跟您说也是一样的 贺九龄 你 你胡说什么呢你 你 你 你还敢躲着我呀 你 你躲我 你 你看我今天不教训你 臭丫头 你看我 将军 别冲动 如果 真是荣誉算出来的 她一定不会瞒我 而且 这次来将军府议亲 她说 是贺小姐昨日强烈要求的呀 我 我没有 我怎么可能让她上门一切 至于姻缘的事 你这么难以启齿 那我就明白了 想来咱俩算的是一样的 那我就在贺府等你上门 此事已早不已晚 一定要尽快啊 我 这一定是个误会 误会 那 昨日贺小姐会演破局 甲义在占星节上捣乱 已引得这些刺客大乱阵脚 然后 又不顾安危地 对荣誉舍身相救 是如此这般 同生共死的情谊深重 贺小姐 你放心 我定不会让荣誉 辜负了你 荣大人 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我没有假意捣乱 我是真 那我便再问一句 贺小姐 你身上的这件披风 可是荣誉的 这个 这件披风乃是雪山银湖的皮毛所致 极贵极稀有不说 而且是皇上亲自列得此物 再赐予荣誉的 我不可能不认他 你说说你 你说说你呀 负上是短你了还是缺你了 你怎么还抢别人的衣服穿呢 爹 我没有抢 是如鱼害我的 你还瞎说 那荣将就先行告辞了 荣大人 刚才小女所言别放在心上 贺某要管教儿女 就不留你了 哪里哪里 这贺小姐性情重人 贺将军也不必太苛责 告辞 请 左铭 我在 送一下荣大人 是 老爷 荣大人 臭丫头 人哪 你还敢躲起来你 你躲啊你 你这个臭丫头 你别跑 爹 爹 爹 我误会 爹 误会啊爹 过来 跪下